紧张然后也很激动 我觉得 应该就是抱着我家的狗 晒太阳吧 它只要就行 哈喽爱奇艺爱聊专访的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金晨 请用三个关键词介绍一下你这次饰演的角色 率真坚强勇敢 这一次你和郑小龙导演 白敬廷都是第一次合作吗 合作的感受如何 首先跟郑导这样的一个名大导演 合作非常的 前期非常的紧张 然后也很激动 跟丁老师也是第一次合作 他真的很像我的爸爸 然后他也是在现场 给了我很多的灵感吧 然后跟小白也是第一次合作 跟他拍戏非常的 开心氛围非常好 然后演戏的时候非常舒服 那有没有每场次让你觉得印象很深刻 印象深刻的应该就是 《夺雨定情》吧 就也是全剧唯一一个 也不是唯一吧 就是反正是比较甜的这样的一个 一场戏 可能就因为我没有看啊 拍出来应该是非常 就挺甜的这样的一个画面 但是我们在拍的时候挺痛苦的 因为我们笑场了也是差不多上万次吧 就是我们要找那个 懵懂的那种感觉 然后看到对方就是很想笑很想笑 就是已经是止不住了 然后就是那种憋笑的痛苦也是挺难的 你刚在上面的时候 看白老师跟老师也说 那个在这次的七分点就是你 是吗 我还是 我觉得 我有的时候还是蛮文静的 剧中汪欣和马燕 从同学情到恋人的转折点是什么 转折点 我跟汪欣的转折点 应该就是在那个 他去弘扬站的时候吧 那个时候是因为 我会去弘扬站看他 然后做了好吃的去找他 然后他呢 一来二去的他也会觉得 这姑娘挺重心的 就是对他挺上心 他就是一个纯情大男孩 所以就其实是一个很明显的 女追男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可能也是被我的这个细心打动了吧 那如果就是马燕的父亲一直反对的话 那他跟他们在一起 就如果说马燕不知道 他们父辈的这个恩怨的话 我觉得他是天大的事 就是什么困难他都可以去克服 就一定不会阻止他跟汪欣在一起的这样 他们俩的情感 马燕从在供销社上班到摆摊创业 一直都是比较有主见的人 你觉得如果他生活在现代的话 最适合开什么店 你直播 因为他伶牙俐齿 他的销量一定是非常厉害的 然后他有很多创新的一些想法 就放到现在一定就是很厉害 很佩服他 最近米跳的补挂舞在网上非常火 很多网友被米跳舞的魅力感染到 还引发了很多网友翻跳 看到这些有没有什么想说的 我都看了 我经常刷到 然后大家都跳得非常好 就是很开心大家喜欢吧 然后以后一定会 就在自己有能力的情况下多跳 你还想尝试什么样的角色类型 2024年有什么新的目标吗 就接下来的角色选择上面 我挺想演一个年名舞者 跟我自己也比较贴近 然后我很想把这个舞者的平时的工作状态啊 就是来展现给大家 让大家更了解 舞蹈这个职业的平时生活 最近各地文旅都非常火 南来北往也是在你的家乡山东取景的 可以现场安利下自己的家乡 给计划出游的朋友们吗 我们济南非常的棒 有很多好吃的 就像那个靶子肉 是非常有特色的 然后呢 天佛山暴突泉大明湖 是济南的三大名社 七个人多说好 然后从小呢我就会去那个暴突泉 吃饱了之后去溜达 就是去溜达的 反正就是很喜欢我的家乡 就欢迎大家去 就浩克山东人 欢迎大家来济南做一做 最后请用剧中角色的方式 来给南来北往打个call吧 南来北往一定是一个非常温暖 非常的好看 又好哭又好笑的一部剧 不要错过哦 最近的口头禅是什么 看到什么样的消息会让你秒回 看到什么样的信息会秒回 红包 最近一次让你感到射死的事情是什么 我的狗在很多人面前拉了 在小学门口 我独自溜着我的狗 去很着急的去找一个朋友 然后我就带着他 一顿拽着他往前走 结果他一定要在那个小学门口拉 他就当着很多家长 外面很多家长要接孩子的 当着他们的面拉了 然后我左不是右不是我又没带纸 然后那个家长看我太着急了 心急如焚 他就掏出了两张纸 给了我 很射死 最近一次让你觉得有幸福感的事情是什么 特别有幸福感的事情 应该就是抱着我家的狗 晒太阳吧 他只要别拉就行 最近一次听到还想再听第二遍的歌是什么 希望大家都开开心心 在新的一年都可以 万事顺遂 梦想成真